又花了149块钱了 买了一台小游戏机 这个小游戏机居然是国产掌机 而且这里面的游戏 看这个图片 感觉好像没有见过对吧 是国产开发的吗 我们中国的游戏吗 好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台游戏机 首先这个造型 就非常的可爱 Q萌对吧 圆圆的 像一块肥皂一样 那么上面L间 R间也是有的 然后AB 感觉就像GBA一样 然后这边是音量加点键 还有一个菜单键 底下 这里有个开关 和一个耳机插孔 后面则是装三颗电池的 装上电池之后 咱们就可以开机了 感觉这个画质非常的好 Pocket Dreamer C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口袋 口袋游戏机的意思吧 这里是有六个选项 可以选 这些其实都是游戏类型 这个上下左右键 非常轻松 按的非常轻松 好 按A键就是确定 然后第一个游戏 什么 竹马 我刚说 它这个是国产的游戏 它就直接给我来了竹马 不过这个竹马 你看这个操控 非常的灵活 这上面 其实还贴了一个保护膜 然后它这个玻璃啊就是屏幕玻璃啊是有一点点弧度的 所以可能有些角度不太行啊 好像报警了 输了 那么我们先退出这个游戏啊 这个菜单键一摁呢就两个选项一个重新开始一个退出我们退出 然后往下走 找不同 下面一个呢 这个好像是一个你看 开始还有动画 还有这个对话 就感觉像一个RPG游戏啊 我们控制的是这个小人 哇 这么复杂的吗 感觉这个游戏还挺好玩的 然后我们这边呢可以看到是找钥匙的 我们拿了一个红色钥匙跟蓝色钥匙 这个游戏啊给人感觉就像那种异智游戏啊 这游戏太多了 它呢据说是有100款游戏 现在我们是控制了一个球 哦 我们是个冰壶一样的角色啊 退出 试完了那么几款之后呢 我发现这个游戏画面非常好 我呢拿出了GBA 然后对比一下哦 这个 这个是一个炸炸人 感觉呢画质呢不会输 GBA啊 还是很不错的啊 包括这个屏幕啊 我觉得它的屏幕数字也是非常好的 我现在呢选到了这个格斗游戏啊 来跟龙珠再对比一下啊 看这个游戏细节啊 你看后面居然还有中文的化妆品公司 对吧 一点都不会输于GBA啊 就除了不能放连招 没有招式啊 这个 哇它有招式啊 这个尖剑呢虽然很硬啊特别的硬 但是它是有功能的啊 你看尖剑是踢脚 A是走机 B是 哎呀呀呀它有技能 B是用手 这游戏画面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啊 就有点类似于街机的那种感觉 加上这块屏幕啊 色彩非常出色 那么大家觉得这个游戏是国产研发的 还是抄袭某个就是街机游戏的啊 给我留言啊 我看不太出来 我之前是没有见过这个游戏啊 我现在已经是在调选项了 调选项的好像就是些动作类的游戏 我们来看一下有些啥 我们是这个女主啊 有点像阿拉丁啊 像那个阿拉丁的FC的阿拉丁啊 有点像操弄的阿拉丁 好下一个 这个这个是啥 这个是飞机游戏吧 好 摁A呢是发射子弹 摁B是发射导弹 然后我们摁尖剑呢 直接是放炸弹啊 大招啊 这个是 哇 你看 这个还是不错的 我们打打看 到关底有没有boss啊 哇 这个流系流程非常的长啊 而且你看这左边 哎他呢这些子弹的这些参数有都有啊 细节好像挺满的 而且我已经打了大概有小五分钟了 都没有打到关卡 这又是个小boss 哦大boss 哇我的天 真的有boss啊 没炸弹吗 哦炸一下 我疯狂躲避啊 哦没打过 这游戏啊我觉得挺不错的 就比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FC游戏啊是丰富了很多的 那么再往下走啊 这个游戏比较硬核啊 都挺好玩的 这是个啥 这我们是一个马子 马子要干嘛 这个游戏呢又有点像小时候玩的那种电脑游戏啊 就这个画风有点像电脑游戏 OK我们再下一个 这感觉又是bom 也又是个炸弹能啊 果然是炸弹能游戏啊 但是这个炸弹好像无限放啊 放五个一口气 这个挺不错的 这个可玩性真的还算是可以啊 下一个 又是个飞机游戏啊 哇这个炸弹更厉害了 你看呢 它这个画面啊 底下有这个云彩的这个感觉啊 很不错啊 底下呢是房屋 下一个 哇直升飞机 下一个坦克 哎这有点像90坦克 90坦克的升级版 哎呀呀呀呀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不是原创游戏啊 这个是不是国产游戏啊 就傻傻分不清楚啊 好的我们现在再退出这个动作游戏的菜单啊 然后来这个一只小游戏 这应该是一个骰子 这个是啥 这个是啥 第一个 哎 这个游戏呢 有点像牧场物语啊 我们现在是这个小孩 应该是可以种菜子的 哎呀 你看真的可以啊 我按这个 我按这个 左边的肩键呢 跳出了锄头 然后这个水壶 其实啊 这个掌机呢 它是可以外接啊 就是接到电视上玩的 而且电池呢 也是可以外接电源的 给女孩子化妆的游戏 这是小孩子玩的 Happy Baby 这也是一个 哎 这是模拟这个鼠标操作的 哦 这个有点像那种开心厨房类型的操作啊 就把这个东西放到哪里 就这样子的 下一个 这个也是差不多的类型啊 就就 你看我们现在是鼠标操作 然后来客人了 我们把客人安排到这一桌 哎 他们开始吃了 然后这一队 给他安排到这一桌 他就开始吃了 嘿 这个挺有意思的 下一个是 这个是21点之类的 棋牌游戏 这个是Blackjack 也是 21点之类的游戏吧 这些呢 都是哎 通过这种 模拟鼠标玩的这个游戏啊 感觉这个有移植的倾向吧 看一下 底下 这里还有个Sport 就是运动游戏吧 应该是赛车之类的 哦 第一个是滑雪 Jump Jump 没有跳嘛 加速 这个游戏呢 非常简单 就 挺有意思的 这个是篮球 这个没有见过这种风格 3v3 就是斗牛 你去拦它 哇 三分球 传球 传球 投来 进了 OK 这个是啥球 这网球 这个好像啊 就像 哎 画面还行啊 它这几个游戏风格都非常像 都是这些国家 你看 我点开以后 我点开以后呢 都是先选国家 就是 你这个中国在哪里 兄弟 我们接着往下看一下这个自行车 这个游戏风格好像没见过啊 撞死了 下面一个 哎 赛车啊 你说这个游戏是哪里来的 很奇怪啊 你看富士山 就是说好的国产游戏啊 这个东西不像是国产游戏啊 你看富士山 中国的不会做富士山 对吧 Crazy Moto 真的是暴力摩托啊 我的天 这可不可以打冷 哇 真的可以打冷啊 哎 我骑快点 去揍冷 这跟电脑上的暴力摩托呢 哎 有点点不一样啊 感觉要简单一点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另外的这边 这个没试过啊 抓住我 我们是平马 后面有个狮子 我们这马有点不正经啊 怎么这么跑 哎不对不对 一下不小心啊 你看还有这个动画 再换了一下 这个游戏 这有点恐怖主题啊 哇 我们跳那么高 跳在空中啊 还能放技能 我们是在打鬼 我们是个红头小子啊 被猫打到了 放技能 放技能 不停放技能啊 放在空中 跳在空中 放技能 OKOKOK 那么这些游戏呢 我个人觉得非常有意思啊 而且这个游戏 其实呢 据说啊 我查了一下 它呢 是真的有 拿去日本销售啊 就当时的价格是 8800日元啊 就 可能跟GBAR之类的竞争啊 还是有点难 毕竟游戏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有一台 非常好的游戏机 但是你没有游戏 这是不行的 对吧 不过啊 这个游戏机啊 我觉得它有个缺点 就是这个尖降 有点硬啊 其他 我感觉这个屏幕啊 这几个按键啊 手感都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它呢 还能够接外接的这个电视 和电源 OK 那么这么一款掌机 很可惜啊 没有推广出去 然后有个疑问 就是这些游戏啊 是不是大部分都是 或者是全部都是移植的 别人的游戏 没有一个 是自己开发的 如果有懂行的 看我试完了那么多游戏之后呢 可以底下留言跟我说哦 OK 那就这样了 拜拜